我基本上支持這個撥款 但我想幫區議員說話 區議會開支償還款額根本不足以營運 說句難聽一點 不要說他們,我們現在立法會也是 不過我們有功能組別,他們就足夠 我們真的不夠錢用 但區議會都一樣,我們人工有銀 然後這筆錢又這麼小 有些區議員要找一個地方做辦事處都很艱難 所以為何我們現在要申請的辦事處 就一定是區議員先行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整天都抽不到 但問題是,你找一個地方做辦事處都這麼艱難 譬如自由黨有一個叫陳思政 他的例子是說六十呎 兩萬多元,兩萬七千多 那份津貼有多少錢呢? 交租就不夠請助理 後來他又如何呢? 好像政府幫他安排在元朗平下 道行人天橋底搭貨櫃式辦事處 所謂區議會的新津獨立委員會是甚麼人呢? 有一個主席就是李家祥 現在馬會董事 以前的立法會議員 其他那些委員呢? 全部都是金融界、會計界人士 只有一個委任議員 就是荃灣區委任區議員 那整班委員裡 他怎會明白 民選區議員的日常運作和困難 他不會明白的 由他們去決定 這是營運開支 現在這個實報實銷營運開支 常環歡客提高34% 由25,392 元加到34,000 好似很多,但仍然是施捨 你現在又要取消委任議員 所以問題是 第一 這個獨立委員會 他有甚麼代表性呢? 他怎知道區議員的需要和困苦 怎知道呢? 由他們來決定營運津貼 等於我們現在立法會一樣 我們經常要求 我們這些伙計能否加工 沒得想 同樣的情況 就是那個委員會 那些不吃人間煙火的 現在民選區議員 最大的問題當然就是 在營運津貼上 就是辦事處的租金 第二就是助理的薪酬兩犯 那些大黨的 好像坐在那裡 就很穩陣了 大樹底下很遮蔭 民建聯有幾千萬基金 無論如何都能分給他們 又可以幫他們 做其他支援工作 地區支援甚麼都有 那些大黨 但那些獨立的議員 無黨無派那些 那些區議員 就是做來做甚麼呢? 拿著那些雞稅 那麼多錢 又沒有人幫你 所以難怪 每個人都扮獨立 然後投靠民建聯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民主黨那時候 有這麼多區議員 搞得越玩越縮 又是死 資源不能共享 那你只是靠政府那份營運津貼 就是靠這份營運津貼 那你真是沒得搞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 不利 即是吸引不同界別 以及各階層人士投身地區工作 以及叫他們參選成為區議員 這是一種不公義 我覺得 我認為 我認為 我們現在當然要支持 連這個也沒有 沒有可能 即是局比 但真的要重新檢討 整個區議員 即是說 是極能 多謝主席 好 政府有沒有需要回答 聽到了 主席 多謝主席 也都聽到議員的意見 我們今次是建議 加上環訪額 正正正就是要由在我們在地方工作的時候所面對的困難 包括拒 金開支 我們現在這個建議如果是通過了之後 就可以將那個常華府客每個月提升到34000 其中是有14000元 是預計是可以為區議員應付的租金開支 按照我們掌握的數據 如果是可以增加到這個數目的時候 其實98%的區議員都可以照顧到 多謝主席